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我NATCHAN談賽馬的時間 較早的時段 就已經上載了NATCHAN馬膽的影片 都精心挑選了兩隻馬膽給大家參考一下 近來NATCHAN馬膽成績都可以說是相當優異 近六次全部入Q 近四次全部贏了 今次我也沒有刻意求熱滿延續長勝紀錄 都是選一些賠率不是很熱到很乏味 但我覺得入三甲都穩陣的馬給大家參考一下 這段影片是NATCHAN冷腳 當然名進率沒有那麼高 但真的加一些冷東西 冷東西是用拖拖腳給大家參考一下 上次大家都是滿左而歸 三十一倍的福滿寶 跑第三 位置了六十二元 今次也會介紹兩隻NATCHAN冷腳給大家參考一下 第一個場次挑選第一場 第一場的冷腳 十三號 怪獸處神 怪獸處神 跟福滿寶一樣 可以用同一個四字成語 平分身低 二十七分 先講一下大家千萬不要忽略的事情 這是賀亮馬逢 出親都應該不會隨便站 都認真作賽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因為潘明輝是唯一 贏馬拍檔 因為他贏過一場 贏馬拍檔 合拍程度應該不需要懷疑 這是兩件事 第三 今個季初這場 其實都跑得不算太遠 怪獸處神 當然他贊了貼著欄 跟回來跑第四 輸給雪卡之友 順朗金剛連戶章者 表現不算太差 只是有競爭能力 比你看到三十五分 現在二十七分 比當時減了八分 當然上季更加不用說 四十四分 今季三十五分都有表現 現在二十七分 再說上兩場 前一場 我講一下上兩場 為何又是輸得這麼多 怪獸媽媽贏馬 高高第二 怪獸處神做了什麼 怪獸處神是被海王區 波勾 波到他出去 即是跟跑一場 當熱身 當是試襲 海王區是轉彎時 大波勾 頂了怪獸處神出去 你都不會認真跑 一波出去 第一件事 上一場 大家都印尽深刻 魅力抗戰 跑第二 我就XYZ 潘明輝 都不知趕了多久 不過 事有臭考 今場是選擇潘明輝的 又是 看他會不會繼續 幫我爭取到一隻冷卻 當日怪獸處神 首先我要講清楚一點 上場水準不是高 功夫查 魅力抗子 大紅星 有型有福這些 不算太高水準 怪獸處神又賺快步速 又不是高水準 即是你介紹為做什麼 還要輸了四分三的馬位 但其實他就 看一看他怎麼跑 怪獸處神 十三檔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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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明紹怎麼做 當然是縮後 十三檔 一出閘 其實都順順 這次他五檔 我們再幻想一下 他五檔會怎麼處理 十三檔會被局縮 局縮到後面 但如果幻想五檔 我想他會守在這些位置 現在十三檔 不要理他 十三檔 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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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跟 一快步速 後面跟著 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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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還要接近欄 繼而 可以前一點 進去 不用看足 好 這裏都是等位 等位 等位 好 進去直樓 找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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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沒有位 裏面塞死了 塞死了 沒有騎 都還沒騎 300米 都還沒騎 這個天爺都是塞到暈 這隻天爺 好 拉出來一點點 想拉出來 這邊 有了 現在最後 850米 才有騎一下 有騎一下就騎一下 這樣就騎一下 湧上來 跑了幾步 有一定的追劲 只是跑了幾步 只是跑了幾步 有一定的追劲 是有作戰水準的 這場輸了再減多兩分 上次被海王區 無法拉推出去都減一分 上次沒有位 又減多兩分 去到評分歷史新低 今次有個五檔 通常全部都是很均等的馬里 還有很多四班下來 一定硬正的四班下來 但是怪獸處神 我觀察還有作戰水準 潘明輝合拍 何良都鬥志好 檔位好 那你有個挑剔 挑剔一樣很重要的挑剔 就是 除了評分歷史新低 他的 體重都應該是 創了新低 1031磅 體重是創了新低 這件事情又可以擔心一下 但是不要說那麼多了 總之現在就極度懶 二十多倍 臨場我希望都有二十多倍 讓大家參考一下 怪獸處神 第二隻冷腳 選回第四場 這隻就不是那麼冷 這隻我想臨場 希望有八倍或以上 我選擇10號的月球 我先不要說那隻月球 剛才我講演場其實很多馬會揹飛 一號勝利之王都會揹小小飛 二號連連封城都會有小小飛 始終上次贏了 三個罪風雲上次減山哄 今次檔位也好 然後大家都吹奏上場賽事是高水晉賽事 首先講我上場一定不是高水晉賽事 但是不代表罪風雲會死 這件事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 因為罪風雲上次都是狀態一般 初出都算兜兜地彎都會贏到 可能跑上一場進步 一日千里這樣 檔位又再好轉再贏都未定 但是一定是偏熱 然後加州威勝就可以揹到一些票 威武勇區又怎樣都會揹到一些票 很多馬揹到一些票之下 我想10號月球都會有少少賠率 我想也不會太冷 我想8倍或以上 希望有8倍 我希望 但是他臨場打到7倍 7倍 7點多倍都不奇怪 但我希望他有8倍以上 那這隻馬 首先我講 剛才我講了很久了 一匹熱門馬都是不穩陣的 這樣就形成了他直播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私家三跑到有個二檔都挺好跑的 他上到五班贏了一場千里馬 因為再上四班贏了那場 蔡明紹贏了那場 都不差 當然是賺了彎前鐵欄金錢的形勢 步速偏慢 但是也是夜馬就是夜馬 當他扣回一點點 他賺完就贏了那天 扣回一點點 然後再踏踏一下 接著不接著 再減多1分 現在只是給那場加5分 那對手就大幅轉弱 當位好 當然這個不是蔡明紹 但不是蔡明紹 都是梁家俊 都還可以 在同場熱門不穩陣之下 我覺得這隻配腳一定要拖 是一隻月球 拿一隻月球做冷腳給大家參考一下 所以今天 不是今天 是明天 星期六 賽事 介紹兩隻冷腳給大家 第一場 怪獸廚神 第四場 月球 希望大家喜歡我的影片和我的分析 如果喜歡的話 給個like和讚我 和分享一段影片給朋友看 帶來宣傳一下頻道 如果大家跟我的意常分析有什麼意見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如果大家想簡單支持我 都可以在YouTube影片下面留言 留他姐姐的粉絲 我都相當高興 大家如果想進一步支持我 當然要來到我YouTube頻道 請談在馬鈴 按訂閱 免費訂閱 還有按個鬧鐘 按全部 等於我所有新片 來一個notification 或通知 第一時間知道 更加慷慨解囊的話 可以按參與會員的話 John 參與我會員 就可以更加支持我 如果想極度 即是雙手舉起來支持 可以參與我這個臨場分析 我現在另一個頻道 會發放在臨場分析 每場賽事 十分鐘之前 都會講一下 疑問馬 預計入前落飛馬 場地認世人期連動態等等 如果大家想參與的話 可以來到Facebook page 記住Netchain談賽馬 來到我自打Post 留言 我會盡快回覆一些 有關臨場分析的訊息 給你看看 看是否要參與 或者你按這個 與Netchain談賽馬 計出為漢股市的group 進去之後 你會知道怎樣聯絡我 去拿到有關臨場分析的訊息 多謝你們支持 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